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昨日的时光对于莱拉而言 宛如一抹绚烂而温暖的阳光 穿透了她离家出走后 一直笼罩在心头的阴霾 在那个特殊的日子里 她满心欢喜地为孩子庆祝生日 在摄影师热心地协助下 孩子终于如愿以偿地品尝到了美味的生日蛋糕 那温馨的场景 孩子脸上洋溢的纯真笑容 如同珍贵的宝藏 被莱拉深深地珍藏在心底 成为了她这段艰难时光中最璀璨的回忆 也正因如此 莱拉的内心被无尽的喜悦所填满 然而时光的车轮不会为任何人的幸福而停留 随着冬季的脚步逐渐临近 天气愈发寒冷刺骨 仿佛大自然也在向人们展示着她严酷的一面 今日的清晨 天空被浓厚的乌云所笼罩 呈现出一片阴沉沉的景象 似乎一场大雨即将轻盘而下 莱拉敏锐地察觉到了天气的变化 她深知在这寒冷的季节里 温暖的炉火对于她和孩子来说是多么的重要 于是她早早地变起身 毅然决然地踏入了那片寂静 而又略显神秘的山林之中 山林中的空气寒冷而潮湿 弥漫着泥土与草木的气息 经过一番辛勤的努力 莱拉终于捡回了足够的木材 她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家中 望着那堆积如山的木材 心中涌起了一股莫名的成就感 虽然生活依旧充满了艰辛与挑战 但在这一刻 她感受到了自己的力量与勇气 她知道 无论前方的道路多么崎岖 只要她和孩子在一起 只要她不放弃努力 就一定能够度过一个又一个难关 迎接更加美好的明天 莱拉望着那一堆刚刚从山里辛苦捡回来的木材 脑海中已然勾勒出了一个清晰的计划 她深知 这恶劣的天气随时可能降下倾盆大雨 而他们栖身的山洞虽说能暂比风雨 但若是雨水灌进来 潮湿的环境对于她和孩子来说 不宜是个不小的麻烦 尽管寒风依旧呼啸着刮过 吹乱了她的头发 吹得她的身体瑟瑟发抖 可她的目光始终专注在眼前的搭建工作上 她深知 这个小小的棚子承载着她对孩子的关爱 是为他们遮风挡雨的重要屏障 只要搭建好了 即便外面大雨如注 山洞里也能尽可能地保持干燥 让孩子能在相对舒适的环境里 安然度过这寒冷又多余的日子 在她的努力下 棚子的雏形渐渐显现出来 虽然她看起来有些简陋 但却凝聚着莱拉满满的心意 与对生活的顽强抗争 她仿佛已经看到 在即将到来的雨幕中 这个棚子如同忠诚的卫士一般 守护着山洞里的一方小天地 为她和孩子撑起一片温暖又干燥的空间 曾经的莱拉 心中总是怀揣着一份期待 盼望着父亲能够四处找寻自己 盼望着能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 看到父亲那熟悉的身影出现在眼前 盼望着能重新回到那个 或许有着诸多矛盾 却终究是家的地方 那份期待 就如同夜空中闪烁的微光 在她离家后的日子里 给过她些许慰藉与希望 然而 随着时间的悄然流逝 等待的日子里始终不见父亲的踪迹 莱拉心中的那点期盼也渐渐被现实磨灭了 她不再执着于父亲是否会来找自己 而是将心资全部放在了当下的生活上 此刻的她 一心只想好好打理自己如今居住的洞穴 那洞穴虽然简陋 却是她和孩子暂时的安身之所 她想着要把洞穴里里外外都打扫得干干净净 将那些杂乱的石块一道角落 把地面上的尘土清扫出去 让原本有些昏暗 脏穴的洞穴变得整洁有序起来 因为只有这样 住起来才会更加舒服一些 来拉计划着 等洞穴打扫完毕 她就把那顶帐篷搬进洞穴里面 帐篷虽说不大 却能给洞穴增添几分温馨与私密的感觉 到那时 她便可以带着孩子安心地住进去 在这个小小的空间里 为孩子营造出一个相对温暖 舒适的生活环境 她仿佛已经看到了未来的画面 自己和孩子在洞穴里 围着小小的篝火 分享着仅有的食物 讲着那些充满幻想的故事 在这艰难的日子里 努力守护着属于他们母子的这份宁静与安稳 她拿起简陋的清扫工具 弯下药 开始认真地清扫起洞穴来 每一个动作都饱含着对生活的热爱 和对孩子的守护 哪怕生活在艰难 她也决心要凭借自己的力量 让这个临时的家变得越来越好 继续